哈囉,大家好,我是安娜 歡迎來到安娜的自由研究社 之前在必有入門系列第二集 有推薦過大家適合新手看的動畫 裡面頂多就是輕輕小嘴、傳傳的戀愛 但我知道對於資深的婦女婦男來說 雖然長點清淡的也不錯 但是一旦吃過重口味的就回不去了 所以今天要來和大家推薦 肉香滿滿的三部必有的動畫 其中有兩部都是去年才動畫的還熱騰騰的 那麼大家準備好了嗎? 第一部就算是爸爸也想做 在必有的世界有一種非常受歡迎的生物叫做單親爸爸 單親爸爸有一個最強的配備就是小孩 突然單親爸爸的前妻都不會是什麼好東西 把丈夫和小孩拋下來就一走了之 然後單親爸爸就會獨自承擔撫養的責任 照顧小孩的時候展現的溫柔會讓爸爸的魅力加50分 因為長期忙著照顧小孩過著近日的生活 克制補助流露出來的HT息會再加100分 但害受的單親爸爸當然不會主動去誘惑別人 所以這個時候還是要靠小孩的技能 只要小孩說出 我要大哥哥今天住下來 然後大哥哥永遠和我們在一起 這樣遊戲都結束了 一切都是為了小孩 絕對不是因為我想要做瑟瑟的事情 結局呢他們會組建美好的夫婦家庭 然後前妻通常也不會回來 不如說前妻呢 簡直就是為了這個夫婦家庭 提供孩子的好心人 這部呢也沒有超出這個套路 主角的單親爸爸因為工作忙碌 然後又要照顧小孩 所以請了一個家政夫 這個家政夫呢 是年輕帥氣的大學生 並且對單親爸爸一見情形 那我們一起來看個預告 就算是爸爸也想做有八集 然後分成三簡版和無三簡版 那我們要看當然是要看無三簡版 無三簡版的話 每集大概是六分鐘 很明顯就是經費不足的泡麵飯 所以大家要有畫風 有時候會崩掉的心理準備 但是聲音又很優秀 所以大家可以著重在耳朵的享受 第二部 過度呼吸 過度呼吸呢 是韓國漫畫改編的動畫 主角的名醫在參加同學會的時候 見到了以前喜歡過的班長 可是班長的文明子上面已經戴了戒指 所以他心裡就有點鬱悶 跑到外面去抽根煙 沒想到班長也追得出來 而且還在小巷子裡面吻了名醫 過度呼吸音呢 除了指名醫的肺病之外 我覺得還包含見到喜歡對人難以控制的呼吸心跳 以及兩個人熱烈相愛時候的急促呼吸 過度呼吸的節奏非常好 一開頭呢就是小巷子裡面的熱吻非常嗨 然後隨著剛剛講到的各種過度呼吸時的恍惚 穿插著主角兩個人高中的高中時候的回憶 一起來看個預告 吃零 你不想走 吃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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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去洗澡了,我現在的精神... 這部一樣是經費不足的泡麵翻 每集大概兩到三分鐘,總共有六集加一集翻碗 大家千萬記得要看翻碗 沒有看翻碗的話,不能說你看過這動畫 然後今年台灣的平行出版出了過度呼吸的豪華套組 裡面除了全財漫畫和動畫DVD之外 還有設定集、翻外小冊子、畫版、明星片組、海報L加 雖然一千左右我自己是下不了手 但是如果大家有喜歡的話,感覺是很讚的收藏 第三部,無節操Beach社 這部作品如其名就是無節操 所以如果你是有CP潔癖的人,可能不適合看這部 當你開始支持一對CP,下一秒他可能就跟別人搞上 所以無節操Beach社到底是什麼東西呢? 高中任的實演轉學到了某間深山裡面的男校 並且加入了裡面的攝影社 但是沒想到攝影社的真面目竟然是無節操社 社團的宗旨就是SEX 裡面的學長也通通都非常有個性 說到這邊要再提醒一下啊 這部的報效跟下限應該比你想的還要再嚴重一點 我們先一起來看個預告 音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這部的肉真的是非常香 而且雖然大家的身體節操是零 可是唇愛卻是100分 這部是OVA 目前有兩集 然後據說是年根 所以看完動畫大家有興趣的話 還是可以找漫畫來看看 以上就是三部要推薦給大家的動畫 不知道清水和肉香大家比較喜歡哪一種 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歡迎按下旁邊的大頭貼訂閱我的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想看作品的文字介紹的話 也歡迎追蹤我的IG 那麼今天的研究就到此結束 我們下次見 掰掰